二狗喜欢吃臭豆腐 半夜潜入臭豆腐店的厨房 结果被老板想成了臭豆腐 最近学校附近新开了一间臭豆腐店 我和鸡哥每次经过那里都会涂 这味道简直太臭了 我宁愿喝恒河水 也不愿吃这玩意 但这么臭的玩意 还是有一部分人喜欢吃 二狗就是这里的常客 他经常跟我们说 这东西闻着臭蛋吃起来 特别香 你们也去尝一尝吧 但宿舍几人都受不了 每次他打包回宿舍吃 我们都得戴着口罩 后来实在扛不住了 每次他带回臭豆腐 我们就会把他轰出宿舍 之后他就不再打包回宿舍吃了 但每次回来他身上 都会散发一股难闻的臭味 我们都感到非常难受 没过几天忽然二狗就失踪了 我们打听很久也找不到他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条信息 是二狗发来的短信 他说救救我 我在臭豆腐店 当晚我和鸡哥偷偷藏到店门口的附近 等老板下班关门 我们从侧面的窗口跳进店里 但找了很久也没找到二狗正一筹莫展时 鸡哥突然不小心滑倒 竟意外撞开了一道暗门 原来这里还藏着地下室 走进里面我看到桌面放着一张纸 拿起来看原来是臭豆腐的配方 但看了内容我不由的浑身发抖 腐烂的野猪加入滚烫的开水再放入浮瘦罗 让浮瘦罗啃食尸体足足七七二十五天 这样就制成了一道又臭又美味的臭豆腐 这时鸡哥突然发出尖叫 我顺着鸡哥的指示看去 竟当场吓尿了 钢里浸泡着一具高度腐烂的野猪 正是此前失踪的二狗 密密麻麻的浮瘦罗还在啃食着 快快跑 我们快去报警 这时门口忽然响起一阵奇怪的笑声 只见老板从门口缓缓地走进来 手里拿着一把小刀 想跑太迟了 就等着你们来挨挡 接着老板拿出一部手机 正是二狗的 原来这是老板的诡计 他打了二狗 接着拿二狗的手机给我发信息 引我们来到这里 目的就是也想把我们想成臭豆腐 说完老板猛地挥刀冲过来 我吓得急忙逃跑 就在刀里我只有0.111米时 别动 老板突然杀住车离我远去 我疑惑地转过头 只见老板从下刀 双手举起 原来鸡哥藏着一把枪 之后我们把老板送进了警局 然而第二天我们得知老板越狱了 也许现在的他又在哪里开了一间臭豆腐